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 我们一起来分享上帝的话语 记载在立位记的第七章 我要从第十一节读到第十八节 人献于耶和华平安记的条例乃是这样 他若为感谢记献上 就要用调油的无效饼和抹油的无效薄饼 并用油调匀细面做的饼 与感谢记一同献上 要用有效的饼和为感谢记的平安记 与共务一同献上 从各样的共务中 他要把一个饼献给耶和华为举记 是要归给撒平安记生血的祭司 为感谢平安记生的肉 要在献的日子吃一点不可留到早晨 若所献的是为还愿或是甘心献的 必在献祭的日子吃 所剩下的第二天也可以吃 但所剩下的记肉到第三天要用火焚烧 第三天若吃了平安记的肉 这记必不蒙悦纳 人所献的也不算为记 反为可争贤的 吃这记肉的就必担当他的罪孽 我们从立位记的第六章第七章 再一次的重申有关于五个记 它的内容 一个是叫做烧化记 也就是凡记 第二个是数记 第三个是赎罪记 第四个是赎过记 第五个是平安记 这五个记都是强调 上帝与人建立关系的管道 也是人与上帝维持关系的方法 我们要记得 立位记记得这么样繁琐的一个记点当中 有几个重点 我们要记得 第一个 教导百姓如何敬拜上帝 不可否认的 上帝是这么样的伟大 人都是他所创造的 我们怎么可能用自己的方式 或者是想象的方法去敬拜上帝 不可以 除非上帝自己先启示了自己 所以因此 献祭是上帝启示人 如何去敬拜他 所以因此这是一个管道 第二个呢 透过记事 维系上帝与人之间的关系 男人每一年都要回到圣殿这边 祭是上帝 三次以上 这是保持上帝人之间的关系 也可以说是现在礼拜 每个礼拜我们必须回到正殿当中 不论你在哪个教会 在这个当中 我们维系上帝人之间的关系 当然我们也在灵修的当中 透过圣经 透过祷告 维系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有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 也有群众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所以祭祀绝大部分 都是记载是百姓共同性的 与上帝建立的关系 第三个祭祀的重点是 透过祭祀维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你注意看到 立位祭所写的许许多多东西 到后面 除了上帝跟人之间关系之外 他也明定了有关许多 人与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因为我们常常是以自我中心去想 我要在人的身上得到什么好处 才跟他做朋友 可是透过这个律法 他规定许多多 许多东西就是人与人之间 也要有限制 不可以穷人欺负贫穷的人 不可以不照顾贫穷的人 所以有许多的祭典在这当中 好了我们重新再看一下 这个我读了经文当中的平安祭 平安祭我们再次想到 它有三个不同的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表达感谢而奉献 所以它又称之为感谢祭 十篇曾提到 并得到医治 或者说为难蒙上帝的保守 要献上感恩之祭 并且要在大会当中公开来颂扬 上帝的好作为 平安祭的第二个目的就是 还愿所献的平安祭 生命纪第23章21节 传道书的第5章第4节都提到 向上帝所许的愿 偿还不可以延迟 也就是说我们大意上帝的 一定要做 亲爱弟兄姐妹 这是很重要的一节操练 第三个叫做自愿祭 或者称之为甘心祭 不为任何的目的 只是甘心乐意 因为上帝 是因为上帝的爱 上帝的伟大 我愿意献上我心所爱的 这个表达是献祭当中 最超然的一件事情 刚才第一个是为了感恩而献上 就是好像达到目的 我才给上帝 那么以后如果你没有生病 你没有任何困难 你就不陷了吗 或者说你跟上帝许了宴 你没有许就不陷了吗 第三个 所谓甘心界就不一样了 它是出自于对上帝的认识 而愿意献祭给上帝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这是非常美的一件事情 你的献祭的层次是哪一种 可以看得出来你跟上帝之间的关系 许多人信主之后很好 但是他跟神之间的关系 是比较站在利益的关系 这个上帝推进你祷告 你就出现了 上帝没有推进你祷告 你就不再敬拜上帝了 这一种有代价的礼拜 代价的一个所谓宗教信仰的行为本身 不太能够帮助你不断地往前前进 我们如果继续看上去 不论是耶稣基督的本身 他即使面对的苦难 上帝没有把他苦碑拿走 彼得或者是保罗 他们在传福的过程当中 请问都是一帆风顺的吗 没有啊 所以亲爱弟兄姐妹 倘若你来教会来信耶稣 让我们过得一帆风顺的生活 就称之为这是美好的信仰 我恐怕要跟你说 你想错了 这不是真实的一个上帝 我们要为顺境感恩 也要为逆境感恩 更要为所没有看见的事情 凭着信心来相信 来献上感恩之际 这是何等美的事情 愿上帝帮助我们 在献平安记的过程当中 去看那个焦点 去提升你与神之间的关系 愿上帝祝福你 阿们